画面中可以看到白色吉普车卡在山沟里动弹不得 校方人们到场赶紧上前救援 因为驾驶还受困车内 二号晚间将近十点 台东一名八十多岁的赖姓男子 开吉普车准备要返回被南乡立吉村的家中 没想到途中疑似过度疲劳 吉普车在过弯时失控撞上山壁 随后整辆车就卡在山沟里动弹不得 赖姓男子还当场弹飞到副驾驶座 造成头部受伤 索性后方有热心骑士经过 立即协助报警 带来听断访问 当地村长表示 从没看过赖姓男子这么晚才返家 因此怀疑有可能是疲劳驾驶那样 还好经过治疗男子没有生命危险 至于详细的肇事原因 还有在警方进一步调查了一期